畢業以後完全不跟中文系有關 因為我就進入旅行社 然後開始當起國外的導遊領隊 就是帶著台灣人玩、出國玩 然後就是領隊嘛 那在台灣的話就是帶國民旅遊 那種台灣人玩台灣的 就是變成領團人員 然後外國人來台灣的是我朋友我才接 就是接他們去夜市玩什麼的 那種整團的大陸團跟國外團的話 沒有那個反接 所以我的背景是這樣 那等一下分享內容的話呢 因為旅行社那一套一定會一直 自助性形象跟你們說 我們的行程有多好多好多好 但是呢我完全不想走那一套 所以前提提要的是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說 我的是什麼某行程 某個什麼建議行程的話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是自助旅行 就是進了旅遊業以後就發現就是 就是跟團呢 有其必要性是在他的交通時出安排 但是不是住旅行 才寫得出你會不會玩 就是因為你從訂民宿開始 你就要自己去hold全部 因為你必須要跟他一來一往 然後如果對方 像我們去了韓國 我們以為他英文印山應該是ok的 但是不不ok不ok 就是可能在那個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shigata 然後房間不見了 然後就會發現就是緊急的去訂下一間 然後後來就發現就是 其實在韓國也門都華人的 所以訂到一個有留學生進度的這個旅館這樣子 對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我們在行程規劃上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是介紹這個行程呢 我們是八個人去自助旅行 六個台灣人兩個香港人 所以變成說我們行前的安排的話就是 感覺就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想法 但是你要把這些行程套用在一起 去規劃成一整份完整的行程的話 其實又面臨到很多的挑戰 所以其實我覺得自助旅行可以考驗每個人的功力 那如果大家今天有分享 就是聽我分享之後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來討論 因為呢 我本身就是自己 因為很喜歡韓劇的關係 所以我卻學了韓文 那我覺得之後有機會的話 可能會想要去那邊繼續念書 或者是就是 以後我的路線就是 離開親不會 以後沒有親不會了 以後就會變成 教育部之 國家發展署 所以也許明年做一個組織改革之後 我離開幸福會之後 又會回到我的本業 旅行社也說不定 然後可能就可以改走韓國線 阿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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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也千情提要 對 我還沒有說到我的名字 大家吼叫鄭芳魚 鄭成功的鄭 草頭芳 終於的魚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 順利的順這個字 就是從小力之年 運中遊戲多多少少少 對我一次會有點執著或偏執 所以我很喜歡順利的順這個字 然後呢 大家都叫我阿蘇倫拉 所以你們可以叫我阿蘇倫拉就可以了 順利的順這個字 為什麼喜歡它呢 因為旁邊是一個穿 穿呢 是有那個穿流不息的意思 然後呢 葉 葉在鼓字當中 就是測 那你可以引申為學問 所以 順這個字呢 表面上是順順利的意思 但其實如果把它拆開來解釋的話 你可以把它解釋成 淵遠不息的學問 學問有不止息 活到老學到老 什麼都是一直學一直學一直學的感覺 對 但是 很肯定大家都沒有用那種 嘩 好 講幾次那種感覺 因為我每次跟我朋友講說 我為什麼叫阿蘇倫拉的時候 他都說 好啦 第五次不要再講了 好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好 對 對,就是這樣子的意思,學人有不仔細,順利也順 然後大家可以就是那個,等一下就是隨時有疑問的話,就是都可以再問我 然後,因為還沒30,喔30了,可以30了 你會這樣啦,你會這樣覺得 你會告一個親戶會最近的活動嗎? 真的嗎?好 那你那個現金不就是這麼笨笨的? 這不是現金,這是三個小子 有獎爭答?對,因為呢 你心虎喔,我們才沒有選這個啊 沒有,沒關係 沒有,沒關係,一定有份啦 可是我意思就是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有互動 那不然這個等一下是人人有份 因為我抓的就出來還蠻多的 然後我還有帶那個其他可能會提到的東西,就可以送大家 好,因為為了今天的演講呢 我還很認真的跑去參加韓國留遊學展 然後去聽那個所謂的行家部落客 有沒有,那個什麼 霸鼻凱莉 就是Facebook很有名有沒有 霸鼻凱莉,一個女生總愛跑韓國 然後一個月會去一到兩次那一種 她就會一直分享韓國的東西 然後我有去研究那個所謂的什麼 韓流總編遊韓國 韓流總編介紹韓國 就是她是在韓國念書以後 然後引進那個韓國雜誌來台灣 然後我還有去看什麼Vicky Vicky就是那種很愛跟著韓劇遊韓國 那些類型的人 我就拉拉早就來聽了四五個演講 然後後來發現他們的演講模式都不是我要的 然後我就做了改變 就還是我自己的為主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那等一下這個還是會人人有獎 那這個東西跟大家宣傳一下 這就是慶浮會的那個L型夾 但前面這個重點的話 其實就是它是那個 這個圖案應該大家如果有跟慶浮會有接觸的話 都不陌生啊 它就是台灣的各地的特產 然後用這兩隻 這一隻叫台灣黑熊 它叫弟弟 然後這一隻是台灣圖狗 叫狗狗 所以弟弟狗狗帶著你遊台灣 然後台灣各的圖特產 然後後面一定是要自路性行銷的啊 就是慶浮會有什麼業務啊 例如說國際參與啊 遊學台灣啊 遊學台灣有沒有 國興大哥 那麼久了 好幾年了 然後 Let's be friend 就是青年女優卡 然後青年狀優點 遊學台灣要經過兩年以上的 呃 省市啊 就是你必須要是 青年認定 你是有那個資格 就是 你的feedback要好的 然後我們才會去邀請他成為青年狀優點 因為 遊學台灣是只有暑假補 那青年狀優點的話 它是全年性的 那算是補助其實 真的沒有這次啊 所以大家就多多補 補心大哥 對 每次都要不太好意思 那它今年也太熱門了 對 然後再來是這個是 區域和平志工團 以前的名稱叫做GYSD GYSD 其實Global Youth Service Day 國際青年服務 GYSD 但是 那個 呃 青天被藍天以後呢 就把GYSD給改掉了 然後變成 區域和平志工團 然後其實 GYSD是 international的 但是變成區域和平志工團的話 就是自己玩 比較好玩 然後 所以 因為我本人 也是GYSD 我每年都在搜集 國際的那件T恤 然後搜集到一半 欸怎麼變了 然後就 就有點難過 對 因為做志工的那種 搜集這種T恤 是生活中的小確幸啊 對 然後再來是這個 那個青年政策大聯盟 就是可能是 那個 就是 例如說 會有一些什麼 青年博士會議 就是 或者是訓練青年如何 當一個公共場合的 一個 很不錯的那種 例如說 訓練你當主持人啊 或者是訓練你 具有領導的能力之類的 就是 會有很多之類的阿蘇部路 然後少年Online 少年Online的話 其實是解救那些 不小心 走那些 西角茶的路有沒有 那就是 就是有一個少年Online的計畫 可能建議到說 欸這條路可能前面有比較艱辛一點 我們不要說他走的不好 他有自己的選擇 但是 可能就有點太艱辛 然後你這樣慢慢走過來有沒有 走到那個 比較平緩的路 對 但是所謂好跟壞還是 就不一定阿 因為少年Online 其實他 很多回饋是說 找到他自己的興趣以後 去有更多不同的發展 再來是 職場體驗啊 例如說公部門實習啊 之類的 青年就業 青年就業 是最近一直在推的 就是 因為政府機關手上 不能拍廣告 就是 然後因為曾祖宗主委 他本身是 那個 那個 主播界出來的 他就找了一個 跟他長得有點像身材 差不多人來拍了另外一個廣告 然後就是青年創業蛋款 就是 國慶大哥 這裡有沒有那個 好像有欸 好像有欸 有一堆 不知道會上 有有有 台灣下面 台灣下面 其實就是 就是 最下面最下面 親服會之後 會 對對對 就是親服會之後 會辦一個所謂的 社務需要 這是 那有議會的 很多 阿伯阿伯最需要 對嗎 沒問題 對對對 阿伯可以讓你孫來 開書店啊 開書店啊 然後去研創業啊 賣杯子蛋糕 如果好之類 你輸就完了還追 這不需要 對對對 好接下來 我們進入正題 好 各位 正題 呃 我今天的主題叫 阿妞有索爾 就是 大家一定都會說 韓文的你好叫什麼 阿妞有阿生 對阿妞有索爾 阿妞有索爾 嗨你好索爾 所以阿妞有索爾 然後因為我是阿孫 所以阿孫才索爾 然後這旁邊是我的字畫像 其實還裹像的 只是 現在就是 越來越長漏了 越來越長漏了 對 然後下面是我的英文名字 Vivi阿 為什麼比個頁呢 因為這個名字是我自己取的 原字一個英文單字叫 VIVID Vivi 就是 煽動的 活潑的 我希望它跟古人是很符合的 然後為什麼要後面要這個 YN呢 因為跟外國人介紹的時候 很神是 Hello My name is Vivi Yeah 喔 很好 就是外國人一閉眼見到以後 他不一定叫我說Vivi阿 他在黑的 嘿 Yeah Yeah OK 好 欸可以過來一點 沒關係 就是不要守門口 對對對 然後 這是投影片嘛 就是 投影片我覺得還蠻自豪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 以後看到的話 就想到我 這樣也就是我們今天的獲得 好 下一頁 好 這個是我的那個名字 就是 因為其實韓文都是這種 它是表英文字嘛 然後其實學了韓文以後就會 很想要知道自己的韓文名字怎麼念 所以我的 中文名字 正方瑜 然後 正就是 衝 方 就是 下面不是正方形喔 下面其實是 圓的 然後 魚就是 衝 所以 大家好 我是正方瑜 很高興認識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好 下一頁 然後呢 其實 我想要分享的是我們在所見所聞 所以我們不會有置入性行銷去推銷哪一個旅行社的那個行程 然後我們所有的行程也都按照旅行社的套式走 因為我之前是旅行社出身 所以我最了解他們會怎樣走 但是 我們就是 不想那樣走 所以 等一下就是 我會以食衣住行 娛樂 然後穿雜一些我自己的所見所聞 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 再來是請看到這一張 其實 這一張是我手機打卡的照片 然後呢 在我的Facebook上面有很多旅行社同業 或者是其實對國際行事很熟悉的人 然後他們看到我PO這一張的時候 都一直來推文說 那我call你 因為其實 其實就是很難得說 韓國人居然會歡迎來韓國 就是特地來做了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秀出台灣的那個國際 然後我們強烈懷疑是因為 搭了 我們就不小心搭了中國大陸11大駕的順風車 因為我去韓國的時間是10月5號到10號 然後大陸從10月1號開始放一個大駕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整台飛機 大家都是操著標準的標準的那個專門 我們做的是國泰 那個香港 香港起飛 台北 台北 台北停留 然後開轉機 然後首爾 首爾降落這樣 所以我是在那個 那個桃園國際機場上來的嘛 那那些大陸的人都是從那個香港就出發 所以你就會發現整台 整台飛機上其實都是那個中國大陸的那個朋友們 所以我們那時候進去的時候就發現 可能是搭了他們11大駕的順風車 大家如果對這種 可能有一些那種logo啊 或是一些生活這種意象有性 就可以去研究 下一頁 對 然後呢 再來是首爾 它就是 因為我們進到首爾的時候會發現 其實 我的製作旅行就只有在首爾特別是 就是他們的首都 然後進去以後發現 下平平平 幹我們告三不三不三不三 對對對 然後那就是 後來就是 因為對它有興趣 所以去了解 然後它的名字叫謝智 它是 有點類似吉祥獸 謝智 有點像麒麟的感覺 那是他們首爾式的全體市民 他們首爾式的全體市民有二十多萬 就好像不對 對不對 等一下想 他們首爾式的市民在他們首爾 全部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是非常多人的 然後就是選出了這一支東西 黑子 它叫黑子 黑子 就是謝智來作為他們首爾式的 那個特別式的那個示灰 所以所有的可愛的圖像 就全部都是一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就是那一支 就是比較醜的 那個也是它補女文 對 對就是 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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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黑子 黑子 就是它 有沒有 就是它可愛版 骰骰的版 然後它本人 打出原型現狀後 然後下一頁 對 欸 下一頁好 然後再開始我們就進入到十了 因為我之前做了很多功課 很多部落課都會一直跟你說 哪一家好吃 哪一家難吃 哪一家是某明星 或某明星的媽媽 或某明星的情假朋友開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都不準 因為其實 韓國人的口味跟我們的口味 其實 大致上還是有點差的啦 就像我在台灣的時候 也很愛吃韓式料理 去到那邊也會發現 怎麼跟口味都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 網路上推薦的 你們就僅做參考值 就是有一些會說 什麼CP值 瓦關都瓦關去吃 也會覺得 就是心裡自己的那一家 只要去衡量 所以我的食的話 我不會跟你們說是哪一家 我只會跟你們說 我對那樣食物有什麼看法 下一頁 然後這個 香蕉牛奶 就是我在學韓文的時候 韓文老師希望我們能夠 融入當地的環境 然後他就想了一個 很好笑的方式 就是要我們 每個人都想一樣韓國的名字 然後 全班同學 都是一個人 一個韓文名字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就想了一個 Panana Uyu 但我很單純的 只是覺得 Panana Uyu 很好念 Panana就是 Panana就是香蕉 然後Uyu 就是他們的牛奶 所以Panana Uyu 就很好叫 結果發現 那人太好叫了 老師上課都一定要點我 就是 挖坑給自己跳 然後還縮下去 然後這個是 到那邊 所以他就去跟Panana Uyu 相見歡 然後其實 其實我覺得 韓國的飲料都好甜 就是 不管他們香蕉牛奶 然後香蕉牛奶 的這個牌子 還有出什麼 焦糖 還有泰菲糖版 然後什麼 低糖版 跟草莓版 每個人都低部分 然後 甚至是網路上 部落客推薦的 那什麼咖啡牛奶 有那種香蕉 很像我以前那賣的 那個粽子冰的那種牛奶 我去馬來購也是低部分 就是糖不用錢 這樣子 所以後來發現就是 好喝啦 但是我去的時候 還是每天都喝 人之日見 就是 就給他賠錢 然後又每天都喝他 然後因為我想到說 我也叫Panana Uyu 因為我去跟韓國人介紹的時候 就會 有一個搞笑的開場 我就會說 從 Panana Uyu 意味道 然後就大笑 哪有人叫 香蕉牛奶啊 所以他們就會認識我了 下一頁 然後呢 這是很有趣的事 因為你到那邊的話 你會去找Panana Uyu 或者是 你一直找Panana Uyu 你就陷入了廣告的陷阱 你一定要發現 為什麼Panana Uyu 永遠都會跟著他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我們就去問了韓國的朋友了 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Panana Uyu 因為Uyu日漸壯大 日漸壯大 甚至還在台灣的Costco有賣 可見他走出韓國有多威 但是 只要有他 在韓國只要有他的地方 就一定會有他 因為呢 這家廠商 擺名就是要表他的 他的叫做Panana Uyu 中間那個 馬那個就不用理他 就是Panana Uyu 這樣記就好了 然後旁邊這一個呢 他的名字叫什麼呢 香蕉 是白色的 意思是說 香蕉 如果你真的 你就傳達說你的香蕉 是很濃郁 很原味的 那你怎麼會是Uyu 因為香蕉 我們都知道啊 在買那種現打的香蕉牛奶 不是都白色的嗎 所以他的名字就叫Panana Nun 白色的 就是香蕉應該是白色的 香蕉是白色的 然後 而且很焦 就挺這樣子 因為後來發現就是 就是我兩個都每天給他買來喝 然後就 嗯好甜 就是感覺就是很不天然 然後他這個真的很天然 就是你們 就是有機會去韓國 或者下次去韓國 去過的沒關係 下次去韓國 你就去買來喝 他真的是比較符合原味的 所以很有趣 因為如果你眼裡 只有那些布魯克的東西 你就不會發現 為什麼有他就有他 那如果看不到韓文的話 就更不會在乎他是什麼東西 那你下次就可以發現 而且他現在的那個 字典的派送 就是什麼Sailoran 然後全家 你會發現就會跟他跟很緊 你會發現 他那霧雲大驅 然後他就是可能 就一半驅 對 就跟他跟很緊 很有趣 他們韓國自己的那個商業操作 好下一頁 然後再來是這個 春川辣炒雞排 因為春川的話 台灣有一家很難訂到名字 叫春川辣哈比 或者是什麼 什麼 誰誰誰的媽媽誰的爸爸開的 那個都不要緊 但是春川辣炒雞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就是 他就是把雞肉 剁著碎碎 然後醃製過 然後就放入大量的青菜 然後 可能你還可以加個 那個什麼 呃 年糕 下去炒 然後呢 他們 韓國上菜也都會幫你服務到好 然後所以就是 我們就是 我們從頭到尾就披著 那個小微兜兜 然後就一直看著他 然後明明就餓了藥水 都來幫我們炒 然後我們要自己炒的時候 你就發現那個 韓國服務生一個劍步把那個炒 炒的那個 搶過去 然後開始幫你炒 然後炒一炒 又沒有炒那種伴手的喔 然後又放著 然後又跑掉 然後我覺得 我們還不能吃啊 然後就把你試不去 試不去 就是表他 也不一次讓我們炒完 然後讓我們趁著他都吃不到 所以後來就是很搞笑 後來就是 我們就跟服務生說 沒關係我們自己來 因為我們韓國當地的朋友在 所以你看喔 就是一個生的樣子 然後他就是 他就會把你全部都放 他就同盤先上 然後要把你加進去 或就放在前面 大概放很久 我們真的放半個小時 才會來幫我們炒 我就覺得真的不會爛 也蠻厲害的 然後再來就是 他幫我們這樣 稍微炒過一下 然後真正可以吃 已經是要到第三部曲了 所以就是大家都 搖到大 長口小長 前胸貼後壁的 就是很餓很餓 然後再來是 吃完的時候就會發現 就是餓不妥了 吃不下了 就剩很多了 然後就會說 你媽媽要加一點飯 把它炒成炒飯 然後那時候就 就說 你不看拼炒 我咬不咬不咬 過來要炒飯 結果後來很好笑 就是 每個人就是都剩很多 但是 很有趣的是 因為韓國 他們就是 兩個人就可以吃這麼大的盤 然後他們居然就是默默的 就可以把他那種 才食精神的感覺 就把它吃完了 然後我們全部的人都傻眼 這台灣的食量也不大 也不小啊 然後就很好笑 然後下一頁 哪一家不告訴你們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補生的生雞湯 在台灣的韓式料理 其實一定有啦 那去那邊的話 他們一定會說什麼 哪一家土俗村 喔 那不是 這家不是他 對對對 就是例如說 土俗村 他也是商業操縱手法 被部落客撐在台灣的 但是 其實 在韓國當地的朋友的話 就是他們 可能也有帶我們去別的家吃 所以這就是別的家 然後補生生雞湯的話 就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的份 就是一隻 很嫩的嫩 小嫩雞 小小隻而已 沒有想像中大 就是小小隻 但是他很可怕是 他煮到那個骨頭都補下去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開玩笑說 你咬到黏骨頭都補下去 這個就是黏骨頭都補下去 因為他雞的處理方式 就是很嫩的一隻雞 然後 他的雞身裡面 全部都會塞滿那個糯米 所以 飽足感十足 然後 他的湯頭就是很清淡 然後 但是你又覺得說 有人生的味道 然後你會吃到 災難裡面的人生 很苦苦的這樣子 所以 其實我們吃完生雞湯以後 每個人就是被瞌睡蟲附身 因為 很溫暖 然後又很好吃 然後就在店裡面 給人家打氣瞌睡 很好笑 下來一夜 好 最後我們一堆人去吃 然後為什麼要貼這一張 有沒有 我的標題是原來路吃 因為其實 我們逛完街燈去吃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自助 已經不換牌子出牌了 所以我們三點都才在吃我們的正餐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呢 發現他整層樓 只有我們這些人在吃而已 但是我們覺得很恐怖的是 因為 韓國他 在點菜之前 他都一定桌上排滿滿的小菜 一疊一疊一疊 那個小菜 然後可以無限去吃個爽 吃個肉 但是 有時候就是敗筆 就是吃小菜吃飽了 正在上來看著他吃不下 好 然後我們就想說 就是 我們的小菜啊 然後稍微吃個光 稍微吃到差不多八分光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 他的那個 waitress 就是他的那個 ajuma就會自己衝過來了 我們想說 奇怪 他怎麼知道我們已經吃八分光了 你知道嗎 然後然後因為我們就是 就是 就是在等他上菜的時候有點累 然後抬頭一看 喔 那個 ajuma 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天花板同桌玻璃 所以 ajuma 只要站在他的地方 然後站在那邊看一下 他就可以來天菜了 好強大喔 所以他們的裝潢也是一種藝術 然後我們就說 喔原來如此 然後我們就很無聊 我們就說 反正那個 吃飽了 就是你看每個人就是 已經有點那種 我們快要神油太虛了 然後就抬頭看一下 然後他們就來拍個照吧 然後原來如此 就是 ajuma 用這種玻璃然後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 好下一頁 然後再來是 新初食堂食堂 啊 我知道為什麼我要把這一家透露出來的 因為 招牌就在這裡 沒看到也沒辦法 但是 新春食堂位於新春 但他不是因為位於新春 而叫新春食堂 他的由來是因為 他是新的村落 他的解釋是新的村落 而不是新春這個位置 所以大家以後 就是看到部落格推薦 如果他寫說 就是位於新春 所以叫新春食堂的話 你就可以推文說 不 就不虛的意思 然後寫的是水 沒有 那我自己說的 然後就是我們去吃的時候 要收烤 其實因為我們在韓國 每天都在吃這種 辣辣的東西啊 肉啊 肉啊什麼的 然後突然覺得很想念台灣的水果 因為就是覺得說 剛剛講得很甜 然後上廁所都有點痛痛 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你看到就是他 因為我們去吃一家 燒烤的話 泡菜也沒什麼東西可以點 然後就是 你要什麼肉 他就一堆肉 然後就很多肉很多肉 然後他就會附小菜 小菜的話就是 可以做成泡菜的東西 就全部都泡菜 包括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就是 大白色菜本人 或高麗菜本人 但是 還有可能還有那種 什麼綠色的蔬菜 但是還是上一堆辣醬 然後就突然很懷 懷念醜高麗菜 那種 那種快潮 那種新鮮 上來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去不夠久啦 所以我那個抱怨 只一時的 那種那種 一年兩年 那種留學生 坐在那邊的話 真的一回生 那樣的 對 但是六天而已 去讓我們抱怨了 下一夜 對 然後這個 大學周邊拉麵 其實因為我覺得去韓國 很有趣的是啊 我每天都會記帳 因為我必須要了解 他們的那個消費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為了我以後 走韓國線鋪路啦 就是講 講是這樣在講 然後我就會發現就是 其實在韓國吃喝 就是食物都好貴喔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錢也沒有說 帶很少去 怎麼一下子就不見了 流浪去哪裡了 然後 然後每天晚上在那邊算錢 以後發現 也沒買什麼重大的東西 但是錢都花在吃的上面 所以難得 就是讓我在成軍館大學附近 發現這個 一碗只要85塊的拉麵 我突然覺得要回天的 就好好吃好好吃喔 但是 台幣 折合台幣 折合台幣 折合台幣85塊拉麵 但是 拉麵 它本身 其實應該也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 因為我後來就是 泰米夫有天 就跑去買了他代言的雞絲麵 折合台幣 一碗才15塊而已 所以那個阿祝瑪 他就是幫我煮一下 然後 加一點青菜 賣我85塊 我突然又陷入到另外一個 然後就發現 真的很好笑 所以在下一頁 下一頁 等一下再跟大家提到那個 然後這個是我們為了要有氣質 我們就跑到北村那邊去感受一下自己 例如說 現在在韓國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台灣的出版社啊 會有很多那種出旅遊書的出版社 它會有所謂的駐台寫者 駐台寫座的那種 就是那個女生或那個男生 他就是在那邊 然後他會一直去看很多什麼人事洞啊 三清洞啊 或者是北村那附近的一些什麼特色咖啡店 然後去幫他們寫介紹 因為我去 我 我很喜歡那個找資料 我就是去書店那邊找資料的時候 然後就歪在那邊一兩個小時 然後都每一本都拿起來 反正我發現這種情形太嚴重了 然後就想說 好 那既然你都把這個書寫出來了 我就去來考驗 我就來考驗一下 是不是真的像你寫的這麼好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旅遊書 自入性行銷的成分還是居多啦 就講白一點是這樣 那以後旅行社會都被談了 好 這個就一直被我戳破 我們看不看 是不是 這一家店是我們 為了要一探虛實而去的 它會在北村很裡面很裡面的一家店 然後其實它也是被部落客 嚇得多厚度多寬的 我好像沒去 很怕鬆的 別跟人說你有去過北村這樣 然後我們就去啦 就很高興啊 然後就是很有feel 因為它是傳統的那種寒霧 它的賣點韓霧也是它一大賣點 因為你進去以後 就是要脫鞋子啊 然後它的那個 就是感覺那個樓層會比較窄小一些些 然後就是很有feel 然後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點了 然後就是 你看到大家很高興拍一張 然後下一樣 這才是照片背後的事實 第一個重點就是 大家在台灣有沒有買過那個 他們的那種那個 泡雞子茶的雞子醬 就可能一杯水有沒有 挖個兩匙 然後加一點熱水把它鬆散 再加冰水 加幾顆冰塊 就是一杯很棒的雞子茶 對不對 以後請大家在家裡泡就好了喔 因為 我買了那個東西 一模一樣的東西 折台幣要270元 然後就是做一個feel 然後呢 那個店家 就一直跟我們推薦他們 故意鬆鬆 這樣一小疊 要8千塊韓元 八三四 差不多200多塊的南瓜蒸糕 然後因為我們人很多 所以我們就點了4個南瓜蒸糕 然後那個阿俊馬他就這樣 啊 我們可能剩不多了 因為很熱銷 我們說 那我們有可以訂4個嗎 因為我們有沒有想說 兩個人一個可以訂到5個 或6個 多次一點沒關係 他說可能我們這4個 我說啊 那就4個吧 然後他就說沒了 這4個 然後就很高興又期待喔 對不對 就部落客也是一直寫南瓜蒸糕 所以那個阿俊馬就是 他那個蒸糕慢慢來放 他那個 他那個蒸籠一打開的時候 然後這裡 旁邊兩個是香港人 他就 嗯 怎麼要抹布欸 然後我們每個人就 啊 你知道他講嗎 然後他就很好笑 然後 他的南瓜蒸糕沒有味道 一點味道都沒有 他就是 很像一個花鬼 然後把它染成 南瓜顏色而已 我們台灣的花鬼比較好吃 然後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貴雙粥的一個東西 然後吃起來又有點像那個 母布 就是 他真的有一個臭臭的味道 有點像母布 可是他沒有蒸透還是 說他蒸完以後 就是會有那個味道 所以 就有4小圖母布 然後我們就把它 吃完 然後其實他沒有吃完好浪費喔 因為 這個活動當中 我是管錢的 就是我們有所謂公雞精 例如一起吃我就一起付這樣 然後 我付那個錢的時候 就像 心中疼腸腸 就喔喔 一塊吃人家 對啊 對啊 然後就是這個東西 名品 南瓜蒸糕 但是有母布味 他真的很像花櫃 他就是花櫃的口感 對 他就是花櫃的口感 而且我們的花櫃還會軟Q 他就是鬆鬆的 鬆糕 真的有名副七師啊 他 南瓜蒸糕不好 應該叫南瓜鬆糕 鬆是他的質地 真是他的處理方式 他叫南瓜鬆糕 我可能還可以接受 好 下一頁 好